忘记是一种罪 有人不用等到投票日直接胜选 原任森州大臣莫哈莫哈山的蓝眼对手 因为没有带选委会政界而被拒于门外 结果就这样让他不战而胜 忘记案例第二宗 提名日忘记带IC 蓝眼望山马珠候选人陈怡桥 复印IC之后 把IC放在复印机上忘记带走 出现只有副本没有正本的窘境 幸好最后还是莫提名上阵 还是跟IC有关 彭亨国阵候选人刘开强的IC住址 不是在竞选周数 他说自己已经在网上更新住址了 不过现场似乎不太接受他的说法 甚至高喊show me the IC 之后希望莫选人更在台上高举身份证抗议 选举条规变了又变 今年三月被高庭判罚2000令吉的蔡天强 被选举官取消提名资格 原来是上届选举被判2000令吉 还是可以上阵的条规 现在已经不适用在这届大选 说好的乌世王呢 高调召开记者会宣布竞选的 乌世王伊布拉辛怎么不见了 哦 乌世王说 破产了 没钱来竞选 慕尤丁领军攻打八二国会选区 但是提名日笑不出来 周袭候选人笔兹提名文件出问题 传闻他曾被例入穷极 但没有处理好消除穷极的手续 最后失去了候选人资格 不唱党歌不唱国歌唱生日歌 原来今天是西蒙候选人 陆兆福的生日 西蒙大家长马哈迪终于交上前名表格 成为大马史上最老的候选人 而年仅22岁的法律系学生帕巴卡兰 以独立人士上阵把赌国席 成为最年轻的候选人 雪州大臣阿兹敏弟弟也来凑热闹提名了 今天选穿一身最fashion的香槟红 配上一部墨镜 简直可以荣登最时尚候选人 Call me fashion king